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个父亲那样他期待并且乐见犯错的信徒可以悔改 也劝勉其他的信徒要赦免要饶恕要收纳悔改的人 不要交往过阵反而给撒旦有机可乘 他呼吁信徒要显扬基督的香气 让我们一起来看格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经文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那保罗在这里这个经文是在引用古罗马帝国的将军在打仗凯旋归来的时候呢 率领得胜的士兵还有战俘进城来游行 当中罗马祭司被手持点燃的香炉边走边摇发出香气的那一幕情景 那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的新香之气 基督徒除了以传扬福音作为显扬基督香气的途径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要在新事意念中还有行为举止中呢 显扬基督的香气也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在生活中效法基督 将基督的生命显明给世人看见证福音的大能 那还记得我在做传道的初期有一位有背景的信徒 因为对教会中的一位姐妹有意识就来寻求教母的意见还有祝福 当时候的我却对那位更新的人持有偏见 对他讲话呢 语气就不太友善 还以为自己是在保护主的羊 过后呢 我被圣灵光照还有责备 看到自己的错误更主动的跟那位弟兄接触建立关系 至今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好 我要感谢主 因他借着圣灵来教导我 还有纠正我 免得我的错误意念还有举止 给撒旦制造了机会 破坏了基督的福音在人心里面的工作 果真如此的话呢 那么我就不是在散发基督的香气 而是在散发旧生命的臭气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爱罪人 但是要恨恶他的罪行 我们传福音是传扬主的真理和生命 信福音就是活出他的真理和生命来 如果我们能够无愧地活在神和人的面前 那么我们的生命 无论是对信福音的人 或者是拒绝福音的人来说 都是在散发基督的香气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达巴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信考福音 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散发这福音基督的香气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鼓励大家下载我们的灵修资料 让你可以继续的通过这些资料来考察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 祝福您 主的恩典 伴随您再见